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 玉璃镇长江东成以及花莲县长徐真伟 特地来到玉璃镇模范母亲 陈玉莲以及模范婆媳 王潘玉珠及游慧玲家中 亲自道府自证奖状 以及贺礼神神祝福 妈妈们都说这是最棒的母亲节礼物 这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 玉璃镇长江东成 以及花莲县长徐真伟等人 特地来到玉璃镇模范母亲 陈玉莲以及模范婆媳 王潘玉珠及游慧玲家中 亲自道府自证奖座 与贺礼神神祝福 妈妈们都说 这真的是最棒的母亲节礼物 这是自裸付裸的五米 这是我们的盐 瑞瑟 瑞瑟的肠 几乎通通都有了 玉璇南区退休公教人员 协会推荐的80岁陈玉莲模范母亲 如同所有母亲一般 看似平凡 却有着一般沉默而伟大的力量 民国97到98年间先生以及独子相继去世之后 为母则强兼父职 更独称让家庭成为女儿们的避风港 退休之后参加社团以及志工服务 那这个开门西建市也是妈妈的味道 那如果山珍还会不够自己买 那我们在这 母伴婆媳婆婆84岁王潘玉珠与媳妇游慧玲 同住31年情同母女相亲相爱 婆媳之间融合孝心 耐心与爱心和力持家 有共同信仰一起行善 家族经常一起陪伴婆婆出游 和家幸福和睦 生活邻里赞赏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